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美丽的风景 水上项目自然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 元旦假期 约上朋友一起去感受椰峰海域 碧海蓝天 椰峰海域 游客们畅快地享受着 而只要一到三亚 你的心情总会不自觉地放松下来 因为这里处处是风景 游艇 潜水 还有航空 我们都玩的很不错 到了北方的话 现在都是寒冬腊月 到了这儿一下变成这么好的气候 非常是一个欣喜的一个心情 亲近大海 亲近自然 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着阳光和沙滩 今年50岁的杨女士 每年都会到三亚过冬 今年杨女士和孩子们一块来到三亚 不过和往年不同的是 孩子们为她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 在一家人拿一帮朋友在一起的游艇上来过个生日吧 今天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新潮的年轻人的想法思维 听孩子们建议 就在游艇上过个生日 这是杨女士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生日 感受着孩子的孝心又能和朋友相聚 这让她格外的开心 也要保持年轻的心态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年轻的尾巴 来享受生活 因为三亚这个空气 确确实实在我们国家的话 仅有的这个热带天气 在我们这个人们心中 现在冬天的话都非常向往到这边来 能享受养光太幸福了 记者了解到 三亚多数景区内都为游客准备了 众多体验性极强的个性化出海娱乐项目 海调 摩托艇 动感飞艇 水上飞龙 水上拖伞等 这些项目也成为了游客必玩的水上项目 另外海南部分新景区景点建成投入运营 满足省内外游客节日需求 元旦假期第一天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精心打造的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员 顺利建成开园 向游客展示一千多种热带珍稀植物和生物 成为海南又一特色旅游新名片 在林高经过升级改造的海南解放公园 也在元旦假期前开园 吸引不少游客参观学习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